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这些人真是不努力啊 没有 我们不像智宁姐姐有厂商 人家一刷全部把它收购了 又在爆料了 没有 这不是爆料 我明年也要发书 我最初要占领两个礼拜 所以你觉得我也是在炒作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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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长那你第一刷要多少刷 2500 我第一刷是3000的 跟我看齐一下吧 我们是不要让它补货 你懂意思吗 我又是捐公益 真的假的 所以麻煩你上 新聞哇哇哇 不是有一個矮矮的 白白的 凸凸的 每次都在說我快死了 賣房子 過日子 人生過得很慘淡 昔日人偶像教父 怎麼弱得如此慘淡 撿回去告訴他 你這樣子說人家 我都會沒批 我已經去過他家了 但是他家有沒有你家大 絕對沒有 你家這個東西怎麼可能 你窮困了都不可能啊 拜託 他都是這樣講 根本沒有X 我講個實際一點 到現在不管怎麼解 怎麼紅解 我都有聽過爆料 都有一些暗料 我雖然沒有爆出來而已 但是就孫總說真的 從頭到尾 沒人跟我報過你的料 因為我不應酬啊 那至少也要說難搞吧 但都沒有耶 難搞 全世界難搞我知道啊 我都跟藝人講啊 如果人家說 哇 你老闆好好搞啊 我就是出賣你的藝 不是嗎 但是我說真的 我真的沒有收過孫總的暗料 你也不值錢啊 哪有不值錢 那個時候 你今天公司多大啊 那個時候我在自由時報啊 嗯 每一個禮拜 都一定有他們公司的新聞 從七朵花一直到5566 這是我規定的啊 如果每個禮拜沒有出現新聞 你知道我多累嗎 宣傳部機你就該去死啊 我們每次拍的我都知道 這個就是setting的 你們要不要聽你們自由時報的糗事 我還跟你們set好 真的假的啦 是你誰set誰啊 王仁甫生孩子 只有給你們自由時報 還有蘋果日報 那你沒有給獨家 咦 這個我給獨家就笨了吧 這就不是強勢的經濟公司的吧 這強勢什麼的 給兩家拍的不一樣 我跟你講我最討厭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給了這一家又來了一家 那逼著我們一定要出這個稿 很抱歉 這個就是經濟公司的手法 很抱歉 我給你們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但是同一天出稿嗎 當然同一天 那你看吧就沒獨家啦 對啊 另外一家開王仁甫帶季晴進入醫院 給你們最好的 我們是什麼 王仁甫帶著季晴要去醫院出自己的車道 夠好了嗎 你這個車道再怎麼好看 有那個 我認為我已經忙了很久了 而且 而且我前幾天還遇到被揍的那個記者 他還在跟我講這件事情 他還歷歷在望 這肯定啊 你現在沒跟他講 被天王跟天后打 應該很滿足啊 不是嗎 是 欸 我故事還沒說完喔 好 拍了喔 我打電話了 王仁甫再把故一次 他們沒拍到 等一下 等一下 孫中講以上的東西 不出自於狗仔隊 在同一個報索沒錯 不出於狗仔隊 狗仔隊是不能做這項事情的 放你把屁 真的啦 我們勝北就 對不起對不起 孫中可不可以再來一次 他們沒拍一道 不是我們狗仔啦 深淵啦 我管你們是誰 他上面掛專案組還是掛 我哪知道啊 我要當就不知道啊 我只是在 至高點在他家通電話這樣而已啊 那我跟你講 那一定是你沒有把時間安排給你家 嗯 是我的錯 我現在是錯了 是不是 不要 孫中不要 不要不要 你這樣我又有的忙了 我才剛下節目而已 這我才第一次跟狗仔合作就出這麼大的狀況 怎麼可能 我以前從來不跟你說 七朵花之前 我從來不說那是你拍的 那你 那就是你沒人自己放 我就是不說 我跟你說 孫中是老闆 老闆不見得誰 但是旁邊的助理有可能丟消息 我們常常就是有這樣子的摩擦 後來最後這個摩擦出現的時候呢 都是我們的長官跟誰 跟孫中在較量 所以常常會有一些誤會啊 是誤會 絕對是誤會 絕對是誤會 那肯定是誤會 確定是誤會 我感覺就是誤會 老天有眼啦 欸真的我們狗仔 沒有那麼多厚臉皮啦 還倒退叫我們 我們重來一次 那我跟你講 有一個情況 就是車拍了以後 沒有拍到人臉 那沒辦法跟你交代嗎 各位清楚了嗎 狗仔還是很會講理由的 不不不不 我這條新聞我一定要查清楚 這一條新聞 如果說狗仔隊到場 我現在 對 邰廷我也是跟你們長官講 我直接跟盛免講就好 何必跟你們這些小狗狗講 你跟我們講會比較那個啦 以後孫中有什麼消息 你就 其實打給我就好了 好 現在有Line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 各行業有各行業的 優缺點 對 而且他有他工作的難處 對 誰願意被叫小狗啊 我啊 有啊 你有跟我講 我天生我對這行我就愛 好 沒有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昨天通電話 他看到我寫我又被騙了 再聊起來 我跟孫總在認識不到不到十個小時 昨天凌晨五點是第一通電話 我們因為加了臉書 孫總一通電話打給我 因為我還沒睡 那一支寫字好煩喔 對 我那個時候心裡也那麼響 因為我老花 我還沒想說 大概孫總會不會太冒昧 而且是孫總大概三個禮拜前 交到臉書 但是我沒有主動的跟他就是打招呼 我覺得有一點點不好意思 因為剛我在媽 狗是有道義的 超有道義 我跟你講 你現在鏡頭前面的這隻狗 是這個社會上最有道義的狗 最有道義的狗 所以他自己的大便會自己吃掉 那肯定的 我自己做的事情 對的事情我全都自己收乾 我說真的 我到現在爆料這兩年喔 我沒有因為爆料賺到任何一毛錢 他就被告 但是我因為爆料 花了六十萬以上 因為我那時候在大陸嘛 後來我要來回機票 一直跑法庭 後來又要給 他現在是獨生狗 他沒有跟任何人掛鉤的 單獨作業狗 應該這樣講 我現在是流量動物啦 對啊 我現在是流量動物 那比較辛苦 只是我就是野放的那一種 這樣野放有好處喔 我不用看盛美姐的臉色 沒有人可以壓聊我的新聞 還要問你同不同意對不對 不會啦 今天如果孫總打電話來 沒有同意不同意的事情 你就只要一句話 你會跟我講 如果是真的 你就做嘛 你一定是這樣 弄死他 對 如果是假的話 你會跟我講說 你要爆這個你要想清楚喔 這樣可能會有關係 那我就不敢 我在這行業 超級有自己的道德 我相信 不碰別人藝人 不挖別人藝人 不管別人的事 我當你經濟就好 知道嗎 我有資格嗎 我怎麼講你知道嗎 為了讓演藝圈 清淡一點 讓演藝圈正常一點 那就沒什麼好看啊 不是啊 該死的讓他死啊 不該死的就先活 哦 維持演藝圈的平衡 那我盡量是 跟我的藝人講 你們誰都能騙 只有我不能騙 因為你們騙了我 處事的方式可能就錯了 孫總 這句話我也常跟我的小狗講 嗯 就是你們可以騙 上面長官 你們不能騙我 因為結果我能照著你們 嗯 結果我就被騙的那個 我跟你模一樣 我們常常都是被騙的那個 那騙著我們可以升官發財 對 而且重點是 最後捅到的 就捅到我的身上來 看一笑背後有多少傷 哇 你後面怎麼 血跡斑斑 對啊 哈哈哈哈 那我只是很 很遺憾很懷疑 有一個 也是 什麼 為什麼他都沒事 他事情太多 不是 等一下 不是我們國 孫總 不是我們國內的 你不是 我啊 為什麼他都沒事你告訴我 他不是沒事 他也有付 保管費 沒有 他 他也真的沒有丟過 把保管費 丟保管費有誰我都知道 但是他沒有丟 那他還給活這麼好 你敢爆炸 你到不了 我跟你講不是 這大陸去不了 那你 他的人脈在大陸 我們在大陸有拍到過 但是 但是 當時我在拍的時候 因為我說 我算直升 但我去那邊算猜 為什麼 因為我是從台灣回去大陸 對 人家那邊有狗窩 對 人家狗窩 後來人家熟這個東西 他告訴我說 小哥你快散 不要再拍了 被發現就完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在台灣我們是受保護的 因為我們這是記者 對 而且我們是我們有法律 他們那邊也有法律 只是說 那邊的記者 是必須通過國家考試 所以他們叫做國家機器 台灣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民主 懂了 他們養的是公家狗 我們這是私人野狗 我們比較講記者 不要講狗 那邊不存在狗 在那邊不能叫狗 那邊叫攝影師 他們存在公有攝影師 對對對對對 而且我跟你講一件事情喔 我在大陸 我的立場就是粉絲 我是粉絲追星很正常啊 懂 我跟著你很正常啊 懂 對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謝謝 大狗 謝謝孫總 那他接話 我們歡迎 現在唯一 在台灣上 存留的 受國僅存 國寶級的 獨一無二 不教會死人的 對 孫總 我們希望葛之奇 在大陸可以一切順利平安 如果8月10號他回不了台灣 4號 8月4號 沒有啦 我說真的喔 這種事情我相信 兩岸是和諧的 對 所以你要趕快跟我報平 會會會會 感謝喜歡記得 謝謝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訂閱分享 如果無聊的時候 可以看國演人間 孫總 孫總料比我多太多 一台比我敢講 但重點你們都 欸 哈哈哈哈 都不告孫總告 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等等喔 謝謝